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学习第六课 你怎么不吃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五课的生词 复习一下 第一个是外念 准备 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 这个呢? 不错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长沙的天气不错 考试 对了 我们说HSK考试 汉语考试 这个呢? 意思 准备是什么意思? 对吗?什么意思? 还有有意思 没意思 以后 下课以后你做什么? 二十岁以后你做什么? 我们来看第六课的热身 请大家做四十一页的 You can pause here and practice OK? A 他在做什么? 对 他在看报纸 B 他在做什么? 他在喝牛奶 C 他做什么? 对 他起床了 D 他在做什么? 他在跑步 E 他在做什么? 他在吃药 吃药 F 他在做什么? 他在打篮球 对吗? OK 我读 我读 你读 看报纸 喝牛奶 起床 跑步 吃药 打篮球 再来 我读 你读 喝牛奶 起床 跑步 看报纸 吃药 打篮球 你都做对了吗? OK 这个 跑步 看报纸 喝牛奶 起床 打篮球 吃药 我们来看这一课的生词 我读 你读 外 外 门 门 自行车 自行车 羊肉 羊肉 羊 羊 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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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条 面条 打篮球 打篮球 篮球 篮球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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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游泳 游泳 经常 经常 公斤 公斤 姐姐 姐姐 好 我们看第一个词 这是 外 对了 外面 对吗 还有 外边 我们来看 兔子 在 三只兔子 在 里面 兔妈妈 在 外面 对了 请你看 你的外面 外面有什么 张老师 的 外面 有 很多 车 你呢 这是什么 门 外 对了 门外 有人吗 现在 我的门外 没有人 你呢 你们家 门外 有人吗 还有什么 外 除了 门外 还有 还有 教室外 还有呢 宿舍 外 还有吗 包 外 我们来看 请你读 谁 在 教室 的 外面 外边 有 很多 树 我在 门外 看见 他的 自行车了 第二 第一个语法 怎么 他是大卫 他怎么样 他不高兴 大卫 怎么 不高兴 大卫 为什么 不高兴 考试 体不太好 还有吗 身体不太好 还有吗 没有钱 去旅游 所以大卫 不高兴 我可以问 大卫 怎么 不高兴 再来看 有人工作吗 没有 所以 大卫 怎么 今天 没来 工作 大卫 为什么 今天 没来 工作 你怎么 说 他病了 还有呢 他妈妈 来中国了 还有吗 他去旅游了 大卫 怎么 今天 没来 工作 所以 怎么 后面 动词 或者 形容词 它的意思 是 为什么 比如说 你 为什么 不喜欢 喝咖啡 还可以 怎么 说 对了 你 怎么 不喜欢 喝咖啡 为什么 怎么 但是 它们 不一样 我们来 看啊 想一想 你是老师 一个学生 昨天 没有来 上课 今天 你会说 什么 你是老师 你会问 昨天 你 怎么 对了 昨天 你 怎么 没来 上学 没来 学校 上课 你和朋友 昨天 想一起 去打篮球 但是 他没来 今天 你说 什么 昨天 你怎么 没来 打篮球 对吗 所以 怎么 在英语当中 就相当于 how come 他和为什么 不太一样 他有一点点 惊讶 而且 不开心 不高兴 或者不同意 这是怎么 和为什么 我们来练习一下 你的朋友 在哭 他在哭 你会 为什么 对了 你怎么 哭了 你怎么 哭了 他怎么样 他觉得 很冷 对不对 很冷的时候 你可以说 你会问 什么 今天 怎么 这么 冷 今天 怎么 这么 冷 他是女朋友 他是他的男朋友 他在做什么 他在吃饭 他在吃饭吗 他没有 所以你问他 你为什么不吃饭呀 怎么说 你怎么 不吃 对吗 你怎么 不吃 你是男朋友 你说什么 你可以说 我看你吃 你怎么 不吃 我看你吃 so sweet 对吗 ok 你的妈妈 给你打电话 你没有接 妈妈很生气 会说什么 你怎么 不接电话 对吗 你怎么 不接电话 我们来看一些 句子 请你看 你说话 你怎么 不说话了呀 对吗 你怎么 不说话了 他说什么 你怎么 还没睡觉 对吗 你怎么 还没睡觉 可能你的妈妈 会跟你说 你怎么还没睡觉 她说什么 天下 怎么 会有 这么 好看的人 她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 镜子 a mirror 所以她 照镜子 look at herself in the mirror and say 天下 怎么会有 这么好看的人 怎么 such a beautiful lady 对吗 she said to herself 好 我们来听一下 看一下 怎么 怎么用 课文 一 在学校 text one in the school 你知道小王 今天什么时候 来学校吗 他已经来了 你怎么知道 他来了 我在门外 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女的想知道什么 她说 你知道小王 怎么样 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的 男的怎么知道小王来了 他看见自行车了 对吗 门外的自行车是谁的 我们再来听一遍 课文 在学校 text one in the school 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 他已经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我在门外 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女的 女的想知道 对 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 所以他想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 第二题 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 他已经来了 第三 男的怎么知道小王来了 他说我在门外 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对吗 所以门外的自行车是谁的 是小王的 ok 听 他读 你读 ok 课文一 在学校 text one in the school 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 他已经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我在门外 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现在张老师是A 你是B ok 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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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换 你是A 我是B 三二一 开始 他已经来了 我在门外 我在门外 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不洗一下 这六个生词 外 门 门外 对吗 自行车 羊肉 好吃 面条 来看 好吃 听 在中国 什么东西很好吃 水果很好吃 还有吗 ok 什么东西不好吃 臭豆腐不好吃 第三个问题 哪个饭馆的饭最好吃 最好吃 西门的饭最好吃 第四个问题 哪个饭馆的饭不太好吃 食堂的饭不太好吃 ok 最后一个问题 拉面太好吃了 是不是 对 拉面很好吃 你再来看 好 什么 难什么 好吃 那么不好吃呢 难吃 来看 芒果冰淇淋 好吃吗 好吃 有的人说 难吃 不好吃 珍珠奶茶 好 我们说 喝茶 对吗 所以珍珠奶茶 好喝吗 好喝 或者 难喝 Maroon 5的歌 好 我们歌是用来 听 听对吧 听歌 所以 Maroon 5的歌 好听吗 好听 或者说 难听 ok 丢香水 这个是丢香水 perfume 好闻吗 闻 用你的鼻子 闻 好闻吗 你可以说 丢香水 很好闻 或者说 难闻 Titanic 这部电影 好什么 我们说 看电影 所以Titanic 这部电影 好看吗 你可以说 好看 也可以说 难看 看今天的第二个语法 是AA都 怎么怎么样 这个A是量词 我们来看 他高兴吗 高兴 他呢 也很高兴 他呢 他们都很高兴 对不对 他们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所以我们说 他们个个都很高兴 意思是 他们每个人都很高兴 他们个个都很高兴 再来看 哈利波特的书 对不对 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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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本书都好看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说 本本都好看 这本书一百块 这本书也是一百块 贵不贵 贵 所以我可以说 本本都很贵 意思是 每本书都很贵 再来看 星期一 星期一吃辣椒炒肉 星期二 吃辣椒炒肉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都吃辣椒炒肉 所以怎么样 每天都吃辣椒炒肉 用这个怎么说 量子是天 所以我可以说 我这个星期天天都吃中国菜 我这个星期天天都吃中国菜 我们来看 他们个个都很高兴 哈利波特的书本本都很好看 这个星期我天天都吃中国菜 个 本 天 他们都是量子 所以可以说量词把它reduplicated 等于每怎么怎么样 对吗 一般还有都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学过的量词 这是贱 贱贱 贱是什么 衣服 一件衣服 对吗 这个呢 天天 本 本是说 一本书 一本本子 这个呢 个个 好 You can pause here and practice Now check with me 第一 他什么都不去学校上课 他天天都不去学校上课 意思是他每天都不去 对吧 第二 他的衣服什么都很漂亮 他的衣服渐渐都很漂亮 第三 同学们什么都会说汉语 各个都会说汉语 第四 他的书怎么样都很贵 书 他的书本本都很贵 你做对了吗 我们听一下 然后看一看怎么用啊 课文二 在饭馆 Text Text 2 In a restaurant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这个星期天天都是羊肉 不想吃了 那你还想吃什么 来一点面条吧 第一 他们在吃饭 对不对 第二 他不吃羊肉 因为羊肉不好吃 对不对 第三 他想吃面条 对不对 我们再听一遍 课文二 在饭馆 Text 2 In a restaurant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这个星期天天都是羊肉 不想吃了 那你还想吃什么 来一点面条吧 他们在吃饭 对不对 对呀 他说他们在饭馆 他不吃羊肉 因为羊肉不好吃 对吗 不对 他不吃羊肉 是因为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 不想吃了 羊肉好吃吗 他说羊肉很好吃 OK 第三 他想吃面条 对不对 对 他说来一点面条吧 OK 我读 你读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 不是这个星期天天天吃羊肉 再来一遍 不想吃了 那你还想吃什么 来一点面条 你是女的 你怎么说 女的是A 对吗 来 今天的羊肉怎么样 很好吃 我男朋友不想吃 因为 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 他想来一点面条 你是男的 怎么说呢 像这样 怎么说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 是谁说的 女的 所以我说 我女朋友觉得 今天的羊肉 很好吃 他说 我男朋友不想吃 你是男的 所以说 我不想吃 因为我 天天 这个星期 天天吃羊肉 不想吃了 然后呢 我想 我想来一点面条 明白了吗 这个是 conversation 女的 男的 conversation and based on this conversation you can you can transfer transfer it to a paragraph so there are only one person so there are only one person but this one 你是女的 you are the woman and you are saying the whole story and in this one you are the male and you are telling the story from your side ok 好了 我们今天 先上到这 这是我们下次的课 下课